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说 都说人生漫漫 日子多不过只忙一晚 都说 都说 都说人生百胎 恰恰 绕不过柴鸟游 你 你要是真是我兄弟 你枪口就该对着他 好 日子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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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 咱们这 行了 卢山 来个这个 都辛苦啊 来我静一下 来 老爷 您可真够卤的 我和宝阳就是去旺峰的 您 黑子 大福 那才辛苦啊 这事缺了谁也不行啊 要说下心 这里边福子 黑子 这是真卖了力气了 真的 这都应该的 黑子哥 吾有人 饿挂满营 最有应的 最有应的 老爷 您这事 怎么没跟太太撂底啊 撂什么底啊 太太那身子骨 绕成那样 就我这些日子惹着娄子 没让她少操心 我这也快过一步去了 黑子 你明儿啊 奔刘立场走一趟 老爷 是那根条子的事吗 就是这事 我跟那个王八娘怎么说 你跟他这么说 你跟他说呀 严振生不怕人吃 吃多少无所谓 吃完了办人事 该吃的吃了 临完了不办人事 对不起 您怎么吃的 怎么给我吐出来 真金白银谁都几乎 往怀里揣的时候 都舒坦的 你让他吐出来 他他妈就知道 什么叫肝疼了的 对 黑子 你就跟他信里头说 说咱老爷 他死不瞑目 对对对 能这么跟老爷说话 行了 黑子 该怎么说呢 打死 我也没想到是这么一出 老爷 这是他的命 齐小啊 我是记得我老师 我有这俩哥 但我他们 做梦都没想到会是他 黑子 吴友人 黑子 什么意思 咱 那个吴友人 他认清 竹珊 黑子 是咱们家人 记住了 谁愿意出今天这事啊 这不是被逼得看情上了吗 还有那姓李的 那也是个王八蛋 不怕坏人多 坏人都是好人惯出来的 能忍一定忍 真倒忍不了了 甭管他是谁 也得死磕 来 来 摧 Он 滴头 车 车 看看车 看看 今儿开市明儿不一定开市啊 车 看看吧 今儿开市明儿不一定开市 没事 再看看啊 来来 来 来来来 看看 你得拍没了 来来来 看看 看什么看一下 看看 来来看一个 看爆了 看爆了 《华北日报》 《北平城房》 《固若金仓》 我谢谢您 外居去长官 忽有人丧命勾拦 看包啦 看包啦 华北日报 我拿一份 谢谢您嘞 包藤 包藤 给我一份 给您报纸 谢谢啊 看包啦 看包啦 华北日报 北平城房 孤若金仓 二外区区长 五小伟丧 大大 天儿老 咱回家吧 不回家 行 两口子晒着老烟聊天 冲儿 咱家最近净是喜事 我给你念头念头啊 你崔青姐啊 按你的吩咐 把大烟给记录 人现在不是惊人 在家里头呢 逢人就说 说这是我冲花妹子让我记得 这得念号 这是一件 路山呢 跟秀嘛 成了亲了 小福子呢 跟丙框也成了亲了 你看这多好 还那小黑鹰 惦记人饱份 可不是一天两天 我看这呀 也就是等人饱风一点头 这就算是齐了 现在呢 就剩这严枕生了 严枕生这人啊 没什么主意 怂人一个 可是呢 可是呢 这岁美贵 就这事啊 真是他干的 手驴拉了英诗 他拿的主意 他亲手绷在这头三子 算是给他自个儿拔了回窗 也算是给他媳妇儿呢 也算是给他媳妇儿呢 生了一碗血了痴 为什么呢 爷严振生啊 他知道 是人家牧春农儿 救了他一命 没人牧春农儿 他活不到今儿个 这得念号 念一辈子啊 我 春花的孩子呀 就是严真生的孩子 哭什么呀 有什么可哭的呀 我媳妇儿充不算是好人 好人生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我是他亲爹 你看你是他亲妈 有什么可哭的 家宝 早就该回去了 走 你说阮妮 你怎么不住爹哪儿去呀 我这人想 跟老人家说不清倒不明呢 我怎么跟爹那儿住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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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退下 干吗呀这是光天化人 小心 小心 向华美交费总司令部致命令 到此招募强壮南京 到东南海楼修建军用设施 海楼各位合作 如有违抗者 军阀同事 站住 站住 别动 别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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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你上爹那儿去啊 上爹那儿去 没事的 没事的 在爹那儿等着我 站住 站住 你这儿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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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去 你个燕前上的小粒子 你咱给我跟真来劲是吧 我是个粒子怎么着 我告诉你 我们家老爷不是没合上眼吗 他不仅没合上眼 他还给我托梦了 他让我找你要回他的那根金条 是 你们家老爷严真生他 我们家老爷他厚道 说了只要那根金条 给你留条命 他不想跟你过不去 但是你吃了不往外 他还吐 他的活儿今儿晚上就去你们家 走 黑子 你等着 我给你拿去 我给你拿去 我们家老爷还说了 说什么 他的丧葬费给你出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你出卖了他 要不然张副官怎么会去严家大院 怎么会对我们家老爷下毒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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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铺子除了不当吃不当喝的古董之外 一个县怎么都你 哭穷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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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你这些东西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我知道这碗 可以吃饭 这 这罐子 能当夜狐 我全给搬回演讲 就算我们家老爷他们赔了吧 这事啊我也能替他们做主了 抽板上 进来搬东西 走走走 小黑子 我问你 您老爷这三个费得多少钱啊 现代案五千块 少一个子都不成 小黑子 杀人不过头点进去 你想带我过来的事吧 甭那么大声啊 车把上搬东西来 站站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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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老爷 还是我神机妙算 您说过 这人不能做亏心事 一做亏心事心里就有鬼 他就怕遇见鬼 更怕大活人 这一审的就拉了尿了 怎么着 你们哪里没死啊 我一见吧你那 你什么东西你 董事长 进来 队长 队长 是我 孙长官 您放心 我一定抓紧时间彻查此案 更何况 吴友仁 是我的秦大哥 是 是 好 我回头去看您 好 大队长 孙长官 又催您了 可不是吗 新官上任三八户啊 我大哥的案子 我大哥的案子 查得怎么样了 队长 霞光岳那个童麻子 还有他那老宝子媳妇 当时啊都不在场 这凶手啊 拿枪逼着姑娘和伙计们 不准他们出声 当时是 谁也没看见凶手 长什么样子 是啊 跟我哥一屋里你二门 他也没看清楚吗 是这样队长 那婊子呀 他趁乱跑了 他至今下楼不明 吴长官呀 身中六枪 正面五枪 有一枪啊 是致命的 显然 他不是伸手干的 对了 队长 这是 吴长官身上 留下的遗物 我恨他 我哥生前啊 我都劝过他 让他熟练点 不听 没想到啊 报应就来得这么快 你们俩抓紧时间 尽早把这个案子的凶手给我缉纳归案 尽早把这个案子的凶手给我缉纳归案 队长 现在工具是大兵押近 那成里成外那是一塌糊涂了 是啊 干什么事啊 走 报报 报报 进来 报报队长 这位先生说他被人敲诈 滚蛋 敲诈的案子 没共管 敲诈的事 我倒不在意 不过 我这儿有霞光院 谋杀案的线索 想亲自向吴队长您禀报 敲诈 一人 李若瑜 是吴长官的生前好友 太太 我跟陆山把这四九城都跑遍了 亲戚朋友也都问过了 老爷去哪儿了确实没人知道 是啊 太太 老爷从那个囤咸菜的院子里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一个大活人 怎么说没就没有了 这清凉啊 我看头天的报纸啊 冲少爷 那报纸上边什么都没写 太太正心急呢 你甭跟那儿护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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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什么你就说我护盆 那个 我去刚说这 我看那报纸吧 写这男的啊 字要活着 就两件事最重要 一个是财 一个是色 庆爹呢 头些日子卖咸菜是没少楼钱 这别扒扒了我干嘛 干嘛呢 这个钱呢肯定是不缺 那还剩一什么呀 这彻夜不回的 那肯定是奔了想好吧那句了 炳聪 你能不能别胡扯啊 老爷在外头有没有想好 我比你清楚 我比你清楚 你知道什么呀你 老爷这心里头除了木春花 是不可能容下别的人 放屁 那老爷早就跟木春花断了 你看 你 宝负姐 是春花妹妹的 进来好不好呀 我 我还成 不是 妹妹 你最近上哪儿了这是 是 太太在家吗 在呢 太太 春花来了 看来这曹操还真不能随便说 太太担心受怕 嘴上留个把握着 这都没认出来呀 崔青姐 木春花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丙葱也在呢 各位您挤一下啊 春花 就别那么多礼数了 来的都是客 宝凤儿 去 给春花拿点吃的 熊妈 带春花上厨房暖和暖和 您也别挑眼 这不是买不着煤吗 跨院和北屋的 白天都不拢火 存着煤呀 留着给灶上开火用 后来是大户 打发个要饭的都这么讲 姐姐 您却没跟我说呀 脚总军需处 倒是能倒腾出来一些 就是贵了些 妹妹 你这买卖做得可不小啊 怎么着 上我们这儿做买卖来了 看来是军需处又帮上人了 姐姐 姐 我跟真生刚刚聊完 不巧的是 我们俩还没聊透 就分手了 你说什么 我是来给姐姐您报平安信的 您放心 真生没什么大事 不过 兴许要过阵子才能回家了 走了啊 妹妹 妹妹你别走啊你 看看 有些日子不见你了 你脾气还是没改 宝芳 熊妈 快点 扶着春花 上北屋炕上暖和暖和 宝翔 把北屋炕烧上啊 太太 咱们家那煤确实 过了今儿再说明儿吧 你没看春花这儿有身子孕啊 姐姐 您不用这么客气的 我哪是客气啊 你别客气就行 先上北屋暖和暖和再走 好 也成 来 没事 熊妈 宝芳 你不用掺着我 我听你老姐姐说 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蛋似的 越是娇气的主啊 就越是不好生 怀孕的时候该蹦蹦该跳跳 到时候刮熟地落 不蹬一下就出来了 赵站长 你带着三个兄弟 到芝麻胡同 缉拿阴阵生 是 剩下的弟兄 跟着马副队长 到清风局把小黑子 给我逮回来 是 芥菜良心 回来了 不到 上仗 穷贵 得嘞 这怎么还多出五千块的银票 他能黑咱们姥爷的 我就不能黑他一刀啊 这一下子黑五千块这么多 是 黑德 这五千块太多了 你这是讹人哪 他将来要出事了 没事的 你们没手见 那孙子立马碎了 德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太太她想吃虾油黄瓜扭毛 我怎么也得跟大掌柜的您言语一声啊 你自个儿去作坊里拿不就得了吗 跟我这儿套什么词啊 这儿套什么 臭来什么劲呢 黑子哥 甭管好事坏事 咱跨院里头没秘密 是不是啊 秉慧 是 我说秉慧 宝缝他不是这里头的人 这事啊 甭跟他打恋恋 哎呀 黑子哥 这自古美女都喜欢英雄 这早已 我还真没瞧出来 黑子哥 他还是个刚骨叉 钱再叉了 你就甭拿我打铲了 我这一颗歪脖子臭伤 也引不来什么像样的鸟 下辈子 老子脱生当梧桐 我就不信了 引不来金凤凰 客卫师 看不出来吗 甄鸡队的 甄鸡队的 您有何功干哪 芝麻胡动十六号主机 户籍拨上登记的大号叫 盐露石 外号小黑子 是客家吧 是我呀 是你就好 我还怕找错人 那就麻烦你 跟我们走一趟呢 带到 什么呀 什么呀 就跟你们走一下 什么事呢 到了地儿你就知道了 带到 走 我严路是一不偷二不抢的 你凭什么带我走啊 凭什么 我点你一句 霞公园那档血案的事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怎么了 那吴长官你也不陌生吧 我不陌生啊 嘿好 我是真是想不通 你说说你们一个 小小贤财富的老板和伙计 竟然敢刺杀吴长官 他奶奶的 你真是胆肥不想活了 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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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胡动的严震生 一直没有一家 我想他可能是外逃了 跑了 跑了跟吴长官这么交代 跑得这和尚逃不了命 有这小子在 我让他严整生也跑不了 带到 你有什么证据抓我啊 俊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抓我 你把皮肚子想杀我啊你 大华 做些坏日子 你们骗什么随便抓人啊 这话说的 我们怎么可能光天化日的 随便抓人呢 我告诉你小娘 这事你少掺和 变去 我就不变去 没有证据 你们谁也没想把人带走 给你们骗过 你怎么着啊 不是 别打 你该是瘋你娘子 你怎么打人呢 打他怎么啦 不是 你没事吧 去 小娘们 假的 你敢救我 打 把我私里打 干死我 干 干 干 我怎么赶紧的 你也没骗过 我私 别 别 别 赵哥 都是误会 你信不信啊 你再敢动一下 我立马绷了他 赵哥 都是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放着 起来 放着 赵哥 黑子哥 落了牌的凤凰 不想再攀什么高枝了 外婆的丑春 虽不比梧桐 但是他认准了 这颗丑春 就是他的金梧桐 站在上的大狗窝 只要能折风挡雨 无论什么鸟的也知足了 放 我知道了 落落牌的凤凰不如鸡 但他在臭春心里 永远是金凤凰 他妈乱七八糟 放着 不哭 想说贴心话 回队里说去 带走 走 走 小娘们儿 够野的 走 姐 姐 华北脚总司令部号令 坚决保卫被平 快走 快走 宗室愿雨成共存亡 对破坏治安者 你这点证 把侵占宗司财务者 倒败 你们这身子板啊 倒摇护重 不是干这儿的料 可不是嘛 我呀 是让他们给强征来的 前两天呀 在西四台路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少爷 听到强灯他就跑 结果一枪给崩了 你说 谁他们还敢不来呀 我问问您啊 这个在黑市倒卖紧锹物资 这什么罪鬼这个 这大喇叭你不都说了吗 那叫倒卖公务 已经发现立马枪命呀 您说这是真的 可不真的吗 就你我这样的呀 就你我这样的呀 比起那什么党国大业了 我们算个屁啊 我跟你说呀 这国民党 他要是不忙 那他们老天爷 他就没长眼睛 这菜子 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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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熊猛 你再给春花续点热的 不用了 姐姐 熊猛 别忙活了 姐 没事 太太 路山回来了 进来说话吧 太太 老爷有下落了 我溜溜转了一大圈 城外的工事已经修完了 东南排楼 在修飞机场 我看见老爷在里面干活呢 这幸亏是春花你来给报信 这要不然得把我给挤死 这么着 路山 你呀 赶快到店里去 挑两个身强力壮的伙计 带些钱 去找那修机场的管事的人 好好求求他 把咱老爷替换回来 姐姐 那身强力壮的伙计 又不是骡子 又不是马的 大家都是人 您凭什么让他们去替换震生啊 你不知道 震生身体不好 我自己的爷们我了解 姐姐 刚才那针绩队的探长 都去亲方局去找他去了 还把小黑子给带走了 我估摸着这里边 就没什么好事 您啊 就让他踏实地 在那民工队里干几天活 他身子不挺棒的 出点力气 累不死 您放心吧 震生无论在哪儿 他都是个爷们 我说这话不是跟您较劲 您好好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 行 听你的 我就让他在那儿 好好出两天力 行 你们先下去忙别的吧 行了 姐姐 差不多了 我也颠了 等会儿 吃完饭再走啊 不吃了 我还得忙活我的营生呢 春花 这 震生找你干什么去了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 该聊的我们都聊了 心里有什么想说的都说了 您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回见了 帮送 饿了 给我使一罐 死 死了疼啊你 快 快 盘住了 快 死机快 怎么样啊 大姐啊 这小子就他们一个滚刀肉 这不 我们刚才 折腾小一天了 他愣死扛着无量 送去吧 袁老师 您瞻眼瞅瞅 我身边这谁呀 黑了 小黑嘞 这就是你的井囊妙计呀 我看你今天得拉了尿吧 我说你个死爹哭骂宁丧种的东西 告诉你 那条黄鱼 只有我跟颜振生知道 他不说你怎么会知道的 呃 颜振生已然死啊 你不说还有一个大活人呢吗 那个大活人是我 呸 你骗谁呀你 西山 颜振祖坟这坟券的 我去看过了 根本就没颜振生的西坟 闭馆棺棺 还有那些枯丧的 我都打听过了 颜振 根本就没买过一块棺材板 颜振生跟我打听吴长官的行踪 那就是憋着要害吴长官 对了 你是庆芳居的大长官的 颜振生有什么重要的事 都和你商量 那霞光院的案子 就是你跟颜振生合起来干的 听见没 这姓李的他血口喷人 我们这生楼小民 怎么就会知道吴长官的去处了 我跟吴长官 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倒是 我知道这姓李的跟吴长官 这关系不一般 这吴长官给了钱 这姓李的没给货 他想把那钱给贪了 所以他刺杀了吴长官 小黑蓝都大灾犯了 你还需要给我喷人哪 吴队长 你们想想 假如 我说假如是颜振生刺杀了吴长官 那告诉颜振生吴长官去向的这个人 那他是不是就是同案共犯呐 那他是不是就是同案共犯呐 颜振生凭什么就给这老东西一根金条啊 你们想想 说得有道理啊 吴队长 这小子一定是凶犯 吴队长 赵队长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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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李先生打上去 刚才你们怎么对付队队长的 现在就怎么伺候伺候这位李爷吧 吴队长 那我冤枉 我冤枉 来 吴队长 实脸 小子 这玩意儿 你是哪儿弄来的 颜振生把我从门头垢捡回来的时候 我脖子上就挂着他 我岂小让白花子的买到门头垢 下煤矿里边背煤去了 我千刀万刮的认犯了 这是你带的 你带的 同一块儿了 爹叼了三个 娘 把他们分别带在三个儿子的脖子上 皮绣啊 是辟邪的 可我们家老三 打小就让拍花子的给拍走了 老大 老大 现如今也没能善得住 老大 吉马小事儿 最长日子 时有发情都不简单 谁无事操碎但心 好端锤 长年人生 还能到你才不散 吉马人生 人如指马 分身碎骨才能 才能压出涌 芝麻人生 天如芝麻 他高兴起 才能开出发 才能开出发 才能开出发